想通过Face2B抢入名校的家长 你们一定要看完这一集哦 相信大家都知道 Face2B就是要当Parent Volunteer才能Qualify的 也就是说要帮某间名校做至少40个小时的义工 大多数的义工都是帮学校放学后指挥交通 做图书馆管理员 在Children Day Calibur帮忙 教学生音乐或教跳舞等等 还有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当Parent Volunteer的哦 家长都必须通过学校的interview才能选中做Volunteer 他们有可能会问你 如果学生之间打架还弄坏了眼镜的话 应该要怎么处理 有兴趣做Parent Volunteer的请注意 因为有些timeline你是需要复制的 这个exercise代表你孩子的年龄 虽然小孩7岁才上P1 但你要在小孩4岁那年向你要的名校申请当Parent Volunteer了 小孩5岁那年开始做Volunteer Service 你要敢在小孩6岁那年的5月 必须complete至少40个小时的Volunteer Service 因为6月就是P1 Registration Exercise了 不过有些学校是有根据需求量来限制每一年Volunteer的数量的 要注意有些学校是affiliated堵某个会馆或某个church的 这种学校自己每年都有足够的parent support group来当Volunteer 比如光华、爱童、道南和南桥学校都是affiliated堵福建会馆的 所以他们并不接受外来的Volunteer 由于每间学校都有自己不同的policy和timeline 所以想深入了解可以到各名校的网站询问 你可能会问我到底当Parent Volunteer会值得吗? 虽然时间付出不短 但我会跟你说是值得的 不但可以帮助到你的孩子进入名校 而且还可以学习更多东西 认识更多的朋友呢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 如果可以帮助到你的朋友的话 请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 下一集我会跟大家分享 关于利用Property Under Construction的address 来申请P1 还有需要辅导的timeline 我是Steven 谢谢大家观赏 谢谢大家观看